大家好,欢迎来到游哥跨境频道,我是游哥 本期我们就讲美国私人地址和他的申请跟使用吧 在讲这个美国私人地址之前,我想引出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想在香港买iPhone或者手机卡 但是我在香港里面又没有什么地址 就是因为我不在香港住,有没有出租地址的人呢 又或者我想办理美国的一些银行卡 像英国新加坡什么的,但是我我也不在那里住 但是我又有这个需要 他们又需要我那个申请银行卡地址证明 那我怎么办呢 就比如说像购买iPhone 以前iPhone不是在中国第一批的时候 我就经常说要在香港买iPhone要吵的 还有之前我们出了一期手机卡 所以你在美国官网上买,他也是需要一个美国地址的 像这些怎么办呢 又有一个第二个需求就是 我也是在这个城市附近 但是我不想暴露自己的隐私 因为地址的话一般都是自己住的地址嘛 我想找个代理的地址收件和发件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 像解决方案的话一般会有三样 你在地址的范围,比如说你想办美国银行卡 你在美国有朋友 就找他帮忙收一下 但是你要有缘分 因为你有没有可能认识到这样的朋友呢 还有就是有这样的朋友 那是不是也要一点人情呢 你帮他,是不是他以后找你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好拒绝,没有那么好推呢 特别是就是他要你帮的 你可能很难帮 或者要花很大力气帮 有时候你要找免费的是最贵的 第二点 就是去美国的地址办理的话 你也可以在万能的淘宝 闲鱼啊 朋友圈 拜托一个陌生人 收一点钱 但是有可能是比较贵的 比如说像亚马逊 那个明线片服务 我听说300块钱就一次 光是一次就300块 会不会很贵呢 而且也很不靠谱 因为毕竟他是陌生人嘛 也没有什么担保认证什么的 最后一个方案了 就是私人地址提供商 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私人地址 进行一些扫描啊 收发以及转机这些功能 这也是本期视频所要特别介绍的 私人地址的办理 本期讲的是美国私人地址的办理 首先来到私人地址 这个服务之前 我想讲一下 他能够指定在某个国家的具体城市的一些地址 你自己挑嘛 比如说像住宅 商业 邮局 进行一些接收 扫描 转机啊 消费 丢弃 文件 这些操作 如果是包裹的话 他可以帮你接收转机 甚至你预约什么时候上门 到那时候你自己上门把它获取了 或者你有一些支票要存 你先把支票寄到这个私人地址下面的邮箱里面 然后让人帮你存这些服务都可以的 那么你买一个私人地址有什么作用呢 就像我之前提到了两个需求 第一就是你不方便去的一些国家或者地区 因为你可能要去的话坐飞机什么的 机票也很贵啊 是不是 你可能想去 但是你可能要上班 或者有什么业务太忙了 就没有时间 也有可能 第三个 你有可能就是你也在这个附近有地址 但是你想保护自己隐私 甚至你在附近没有菜鸟 或者他们不接 或者他们也肯接 但是觉得不安全 会丢件什么的 就因为你不同服务商称之不齐嘛 私人地址就是接的就是痛点 然后就是一些像功能的 比如说你有这些痛点之后 你要收发一些资料 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注册公司啊 留学一些新建 你觉得等不及了 你只是想看一下扫描 然后建的话 你也可以注册一个私人地址 还有一些像券商 你注册完之后 他会给你一些什么表格 说明啊 协议这样的 还有比如说你要办一些信用卡 你不光是美国的一些国内信用卡 像一些之前我提到的一款叫做 蚂蚁保障信用卡的那个 他是只在一些城市才有优惠和鸭毛号的 因为他就是在这些城市才有那个江苏银行 你比如说去到新疆西藏内蒙古这些 他没有江苏银行的 他可能就没有这鸭毛给你号嘛 所以那就需要你一个转印地址或者私人地址 当然这是特例啊 这个我们其实只要在那里写一个跨地地址 然后让他转寄到你所住的那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但是类似的需求还是有的 其实像什么国税局一些ITIN那些文件啊 还有支票存取 我之前讲的 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私人地址进行收发 然后就是地址证明了 比如说像银行卡 他需要你一个地址证明 证明你是在美国住的 又比如说亚马逊审核 他也是需要一个住宅地址 或者你在那办公的公司地址 那你有一个美国私人地址就可以解决这个地址证明这些问题了 还有是谷歌聘马 但是谷歌聘马的话 你可能要需要认真选 一定要是住宅地址 而且是RDI是住宅类型的住宅地址才行 然后就是收发包裹啊 比如说你海淘啊购物啊 你怕砍单 那些转移地址 那些网购 网站会砍单的 你也可以寄到一些私人地址来 或者一些异地的购物 你没有在那或者不方便在那 你有一个私人地址也是很方便的 其实像国内的话 他银行也会有一个保管箱 但是主要是保管一些很重要的文具 他主要还是在资料保管这层面上 我们再讲一下私人地址怎么申请 私人地址的话大概有两类 一类的话像ipostor1这样的那种直营的模式 那么他的地址呢就基本都是商业地址 还有一种像anytimemadebox这种加盟商的模式 他就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有一些是住宅地址的 他也加盟过来 然后还没有被识别网站识别为那个商业地址的 这样就对我们办理银行卡 手把地址啊 地址证明这些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网购的时候也更加容易不被砍单了 那我们主要志祺就是讲anytimemadebox 前面我们讲到选择地址的话 主要你选那个在哪个国家 比如我们这期主要还是讲美国 因为跨境电商或者是申办美国银行卡 我后面几期会出 那你选购完之后呢 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地址 是不是住宅地址 你就需要你注册登录 购买的时候要填写一些真实的资料 然后翻译键 然后进行一个信用卡的预支付 信用卡的话我们使用中国的一些全币总卡 或者Visa那些外币卡就可以了 1583公正就是美国的一个法律 当你要接收和发送信件的时候 而不是包裹的时候 就需要进行一个1583公正 来确认你没有进行一个非法的活动 哪怕你真的进行这个非法活动 也可以很快的追踪到是谁在干 以保护美国的安全 这公正就有分为公正网去关公正 或者一些公正代理机构去把你公正 然后公正完之后 你提交资料给这个私人网站进行审核 然后审核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登录到这个美国私人地址网站 访问你的一个邮箱 邮箱会把你的收到了什么信件 然后怎样处理那个业务 比如说你要不要扫描扫描申请 有没有通过把一些图片给你 让你决定要不要转迹 转运回国甚至销毁丢弃等 以上就是私人地址一个申请条件和流程 我后面会讲它的实操片 然后就是美国私人地址的 anytime mailbox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就登录到这个官网去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anytime mailbox 在视频所有的相关的一些网址啊 甚至文字的教程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就是大家如果是看完视频的之后 不要忘了看一下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我们登录到这个anytime mailbox这个网站之后呢 可以先点选这个location 看到这里有很多个地点 各大洲都有 但是主要是美国甚至中国都有 具体的州里面才有网点的话 比如说华为银行velo的话 那你只能在那七个大洲里面选 如果你是像注册公司的话 就只能在注册公司所在的州里面选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州 就加州看一下 这里它有一些邮箱特别贵 但是一般价格都在9.99美元左右 有一些是7.99美元的 那我们选一个普通就好了 这里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吧 选了这个7.99我们看一下 点选选择 我们选择完之后 就要到一个USPS的地址网站 进去搜索查询 在这里拷贝接到地址 把城市还有州一个一个的考上 92805CA92805搜索 这里我们可能是没有搜那个单元号 那我们就找一下吧 STRL2PMB 对应该是这个 然后我们打这结果 找到这个CMRA 就是由商业邮箱 接收机构 它这里是N 那么我们就很幸运 如果是这里是Y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商业地址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地址 它这个是N 我们还可以再查一下 但是因为这个邮箱地址查询网站太简单了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SmartT这个地址查询网站 我们直接点它来到一个官网吧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址里面查询 这也可以翻译一下吧 第一个是US 大家可能翻译错了 第一个US是美国的意思 第二个是国际的 如果是国际的地址你选这个 如果是美国的地址选这个 但是一般还是主要是美国地址 去识别比较多一点 因为你国际的话 它可能没那么严格 这里我们把这个地址考一下 那我们还是不要用翻译吧 我们把那个地址考进去收一下 像这些大家如果是地址填的比较多的 都不要简单明白了 第一行就填那个到街道的地址 第二行就填楼城啊 小区单元这些 这是城市 这是州 这是邮编 一行一行的考 92805 C A 是州 然后这个是城市 我们就去找一下结果 我们看到这已经打勾了 我们去点一下 去发现更多的地址详情 这里CMRI是N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RDAI 这里发现RDA是商业地址 那我们就只能继续找 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 CMRI是N RDI是Residential 就是住宅地址 就是一个没有被商业接收机构 认为是商业地址 且那个是否住宅地址 这个指标也是住宅地址的 那我们就需要 它如果是其他的 我们就不需要 然后我们再退回到这里 再找一下吧 再找一下这个州 再考一下 你第二次输入之后呢 它会这里会弹出一个下输框 你点它就好了 它就会把自动的 把你那些地址进行格式化 自动的填进 它所要填的大元格里面 我们点去搜索结果 等这个绿沟显示出来 就表示你这个地址 是在USPS这些数据里面可以找到的 我们可以下拉看一下结果 同样的这个CMRI也是N 但是这个RDI还是Commercial 那么我们就只能继续往后找了 RDI其实不是很好找 大家就是要多一些努力 然后这个地址它CMRI直接就是Y 就是直接就失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找这个地址了 这里我们换一个另外的州再找吧 点这个location 选一个算了还是选一个佛罗里达州吧 找到这里 然后把右边粘过去 这是州的缩写 第三个是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否商业 邮箱接收机构 然后还是N 这RDI还是Commercial 这说明它还是一个商业地址 这个住宅地址还是比较难找的 接下来大家就自己一个一个的找吧 这里我们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 就是这个CMRI是N 然后这个RDI是住宅地址 就是Residential的话 就是这个Residential的话 我们就可以跳到 嗯 跳到这一步去谷歌地图 找场景及找评价 对这里还有一个住宅类型的 这个住宅类型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点这里 搜一下RecordTime 我们找S跟H的 就是街道 我们也翻翻一下也好一些吧 这里S指街道或者高层 像你其他的比如说P 就是邮政邮箱 比如说F啊G这些都是 是比较奇葩的一些类地址类型 我们就不要选了 主要选S跟H S街道 P是高楼 公寓 这样的 这里假设我们已经找到 心仪的地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到谷歌地图去看一下 它的大图 点这里看一下它的接近 点击附近 这里我们转几圈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邮箱地址是放在这个自动驻宅里面 这种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但是如果是像一些什么停车场啊 森林啊 或者一些空地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吧 这里如果有评价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地址 跟商家的一些评价 你往下拉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评价 如果太差的话 就可能要考虑一下 当然这个不是邮箱心侠的那个评价 它好像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吧 以上就是我说 选购住宅地址的一个方法跟技巧 如果你确实找不到的话 你就先把CM RSN的地址先用着先 因为可能似乎你一些业务吧 就有一些业务它对地址要求没有那么高 像有一些银行卡公司 或者是亚马逊这种 亚马逊它对那个注册地址要求也不是很高 它也不需要什么注册地址的 那我们假设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移的地址之后呢 我们就往下看 它有分月付跟年付的 月付会便宜一些 年付的话会贵一些 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按月先用一段时间 再用年付 因为你很难确定你这个地址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嘛 所以我是用了几个月之后觉得没问题 最好是转年付 因为一个地址它需要1583公证了 那公证最起码也要20多刀吧 就算你最优惠的话 然后我们往上走 这里open and scan是扫描 然后这个是回收 就是算单于丢弃吧 就直接把你的信件 你打开看了之后 它内容之后把它丢掉 这个就是销毁 如果是不重要的文件的话 丢掉就可以了 如果是可能包含一些敏感信息的话 你直接销毁 这个是转寄 这个是你到本地的取货 这以上这五大功能 很多大部分的那个私人地址都会提供 还有一个支票存取 就有些地址才会提供 但是这些提供存支票服务的私人地址 大多都是在非免税州 免税州的话 我自己还没有找到 就是大家如果是找到的话 也可以提供补充帮到更多人吧 但是其实主要我们还是用这五大功能 甚至这后面这个本地取货 我们也很少用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到美国嘛 我们主要用的是前四样功能 那么就点击详情 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些服务内容吧 我们翻译一下 这里接收信件 你选这个套餐 它一个月可以接收最多30封信件 但是你如果是超出的话 它每封信件会收你0.35美元的费用 然后是打开跟扫描 打开的话跟扫描的一个月五线 一个月的话五页它是免费的 但是你每增加一页 就要收你0.5美元的费用 大概是3块多吧 就免费额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就是转发 就可以转到各个地方 你可以把你收到的信件 进行捆绑运输 打包的价格是5美元 你需要支付运费 我听说就是用这个anytime mailbox转运的话 就是转运回国的话就很贵 可能要一般美金的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推荐大家 先把这个包裹打包之后 转运到一个本地的中转服务商 这样只要10到就可以 然后通过它进行转运回国 比如说像Fedix啊UPS啊USPS啊DHL这些人 大概也就三四十吧 加上一些文件小货包裹这样的 这样就能省大概一半以上的钱嘛 支票存取 支票存取 我们刚才你看了 它这里是没有法用的 回收就是这写的是回收 其实就是把你的那个信件丢掉嘛 丢掉的话就不收钱 如果是粉碎的话 它每一件收你大概一块钱的样子吧 敏感信息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粉碎就行了 当地取货我们基本用不上了 这个私人地址的营业时间里面 你就跑到那里去取 只不过说需要预约 然后这种取货的话 还要你两美金这样子 后面就是物理存储跟收件人 物理存储的话 它基本上小了 信件都可以存一个月以上 你超过时间的话 它可能会收你五美分 大概三毛钱一天吧 大的话它能存的时间就比较短 比如说你像一些超大的箱 只能存五天 每一天也是三毛钱 三毛钱人民币 只有这什么板条箱要存 只能免费存两天 还要如果超出时间 可能要收你一美元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都是存一个月的 所以这个费用还是比较低廉的 在线存储就是一个电子档吧 电子档是无限的 还有一个是你增加收件人 每增加一个收10美元的 那个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你还不如就再开一个 那个公正费用你也省不了 但是有一些它好像是可以 加一个只收你一半钱了 比如说五美元一个月的 那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以上就是它美国私人地址的一些支费详情 那我们就点击选择 跳到这个注册的一个详情 我们把翻译取消掉吧 不然可能会影响我们理解 这里2023是邮政的编号 它可能之前呢已经被注册使用过了 所以就只能往后走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邮箱 断码的断码就说明它肯定是已经被人用过了 或者在已经在使用比如2097、2098 这样子 这谁也不清楚它是以什么号码为首邮箱的 所以大家就全腾一下吧 我这里选一个2023吧 这里是姓名 这里first name是名 这里last name是姓 这这些信息一定要是真实的 因为你后面还要给1583去公证这些资料嘛 那我们这里就随便填一个吧 就填一个张三吧 这里名是第一个first 姓是最后一个张三 下面这是我们已经选好的私人地址 点击继续 这里就填一下你的一些地址 中国这个邮箱 邮箱里注册一个 要注意这里 有些私人地址邮箱 它不是不允许像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居民使用的 那这样的话解决办法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放弃这个邮箱选择别的 第二个就是你在别的地址里面注册一个邮箱 把这个是哪一国的居民选择美国 地址证明那些用另外一个邮箱的 但是如果是 可能有一些 是需要SSN就是私安号的这种没有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这里我们就把那些地址随便填一下吧 比如说这里随便找个地址填一下吧 所有资料都填写完毕之后 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它就会让你提加一个你注册邮箱的验证码 我们把验证码填完之后呢 它就会来到 让你审核你的信息 以及需要你进行1583的提示 当你填完验证码之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让你审核你所填写的资料 以及要你进行1583公正的提示 这里1583我们翻一下吧 它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让你到在线的公正网去公正 那么它的收费是25美元 另外一种就是在当地的公正 它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去找一个公正机构 要帮你搞定 只是那些资料需要你提交 然后这里是一个信用卡那些费用 这信用卡的话填外币卡就好了 填完之后打勾然后点击继续 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了一个邮箱了 就不花钱再注册一个邮箱了 这两种的话我推荐下面这种 是你先填一个预先填写的表格 然后交给公正人进去公正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后面再讲吧 那我们这里先来了解1583表格公正吧 为什么要进行1583表格的公正呢 1583表格公正主要是一些信件的收发跟转印 像你海淘买东西 那些货物的话就不需要1583表格公正 之所以有1583表格公正这么一个东西呢 它是美国邮政局要求的 它当你把1583表格公正完之后 它就会把这些档案保存在邮政局的文件里面 它的目的是为了就是有什么特发的事故啊 或者要调查一些犯罪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追踪到申请这些地址或者是用这些地址服务的人的身份 以便来防止非法活动 或者是更容易去调查这些非法活动 我听说大概是因为之前为了反恐吧 说后面在新出调的这一项要求 1583公正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那种视频公正 是你去到那个公正网 就anytimemaybox合作的公正网去公正 这种它需要你对听力要求比较好 因为公正语言它可能没有那么纯正的欧美白人发音 它可能会有一些黑人大姐 有一些非洲口音 还有南美的一些墨西的口音都有的 就看你英语的熟练程度了 你觉得比较好或者之前经常听的 那倒没问题 我是推荐第一次的话 你就不要再用视频公正了 因为我担心就是如果公正失败的话 它可能你又要花钱 担心你可能有点紧张 可能听不清脑子空白都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需要护照身份证 还有那个国际驾照三选二 那你护照它本身就是有英文的 所以一般都会用护照 作为其中一个选项 你身份证翻译件 你可能也要去淘宝上买一个嘛 大概20元以上 国际驾照的话 支付宝支付车那里是有免费的服务 但是它需要你有寄过来 寄过来需要18块 然后加上时间跟精力这些 第一次就实在不是建议你 用这个视频公正了 当然你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然后英语又比较可以试一下 另外一种就是公正机构公正了 它不要节省时间 第一次流程你不熟悉 然后英语你也不太熟练的人可以使用 像我的话看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听一些英语回答 我有口音的话 我是可能还是要多听几遍 所以我第一次我还是选择公正机构去公正 那么我们可以去淘宝 也可以去一个叫Fiverr的一个网站 那么Fiverr是一个怎样的网站呢 它就相当于中国的微客网啊 猪八戒网 它是沟通那种有技术 有服务 但是想赚钱的那个自由职业者 跟有钱 但是不懂那项技术 或者需要那项技术和服务的买家之间的桥梁 最初Fiverr就是五美元一项服务 不过它有些服务其实已经涨价了嘛 因为你五美元不可能把什么服务都能买下来了 我们登录到这个网站 然后自己注册 用我那个视频下方那个链接注册的话 还有首单九折那个奖励吧 我们登录到这个网站 我们搜1583公正 或者直接直接要583就可以了 这里有几个服务商 但是但是有一些他服务商 他是看你是不是在美国的 比如像这个也是收35美元 但是你在美国确实是35元 但是你在其他国家的话 就收你65美元 就太贵了 就没有必要 那我推荐了 这个是这个有点小胡子的人 他在淘宝也要开店 但是以前淘宝搞活动 淘宝会便宜一些 但是现在他淘宝没有活动 还是在Fiverr上便宜一点 我感觉他这里不管你有没有在美国 他都是35美元 你看到他这里没有限国家 我还特意去找他 申请到一个就是优惠码 你们报我这个推荐码 Ugoon是有优惠的 好像是10%还是5美元主的优惠 然后你在用我的Fiverr推荐链接 首单九折码 那大概就能够便宜到 大概叫25 6美元左右吧 其实跟那个视频公正网也是差不多 在Fiverr的话 27美元 大概相当于197人民币吧 淘宝的话 我看一下 它是245块 解决后大概也是相当于220左右吧 这两个是都一直都有的优惠 再加上rebet me给我法令网 他有时候注册登录 用我那推荐链接 他也会有法令7美元左右 那么合计总打着18美元 但是最近好像他没有这个活动了 那就大概是25美元 还是27美元左右吧 反正就能够优惠不少 你相比下面这个视频公正网 他也是要25美元左右 但是他还要收一个翻译键 你自己搞的钱跟时间 像翻译键 他可以帮你翻译 加上时间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 他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你机构搞定的话 到时候公正员跟你去参加公正的话 他也在场 然后你有什么听不懂的话 他会跟你说 这样第一次的流程 就保证你那个钱不会白花 这个好处就在这两个方面吧 省时间省精力 然后确保完成 可能价格会高两三美元吧 所以推荐大家第一次的话 就用这个Fiverr那个公正吧 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里面了 这里我介绍我机构公正的一个流程吧 因为我也大概有个大半年没有去重新公正了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上不同的话 你就根据那个机构那个客服说的说法吧 首先就是我们到anytime mailbox里面注册 就是跳转到注册之后呢 你这里信用卡那些信息填完之后点击继续 他就会有一个下载表格 他会把一些已经填写好的表格给你 但是有一些表格你没有填写好 还是让你另外填了 你填的差不多了 但是之后呢把地址那些地理信息留白 比如说这里他会像你申请日期啊 姓名这些他都会给你已经填好了 但是像你这个证件柱子你就要留白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跟护照给那个机构的客服 让他把那个翻译键给你 我这边用的是身份证 因为身份证不要钱嘛 你国际驾照虽然是免费翻译 但是这个国际驾照邮寄的话还是要钱的 你第一次给公正机构那个提供商去翻译的话 那你下次直接用这个翻译键就可以了 然后你用了这个翻译键之后呢 这里机构公正的流程就是向下面的 首先你到anytime mailbox里面注册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注册方式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 这里向信用卡填完资料 就用中国的外币卡或者全币种卡点击继续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已经根据你注册的信息 已经填了差不多的表格 然后给你补权 是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他这里我只留了一半 他后面还有你那个联络邮箱 联络邮箱就填你注册邮箱就好了 还有一个签名的 你就把它签完之后 他的一个证件注册 你先留白 留白之后呢 你找到那个公正机构 那个代理商 然后把你的证件提交过去 这里我推荐的就是身份证你提交过去 身份证提交过去后 你跟那个机构客户说 给你翻译键 然后让你根据这个翻译键 填写这个柱子 这两个柱子 然后省事这些 填完之后呢 就提交 提交之后 再把你另外一个证件也加上去 既然你都选择了公正机构来公正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身份证加护照嘛 像你的国际驾照要18块钱就划不来了 那你把三选二提交过去 1583表格填好之后呢 公正机构就会让你打开一个会议对话软件 然后测试它 约你某一天三方进行一个谈话 谈话也简单 就是问你一些像公正表格上内容 比如说你是哪国啊什么 然后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懂不懂公正上的一些条例啊 然后那个名字是不是你签啊 这些这些问题 问题也简单 但是有口音 然后加上有时候你可能会卡壳 你就是他怎么说 你都听不明白 到底那个单词什么意思都有可能 这时候 那机构客服就会用中文提醒你 告诉你要怎么回答 你回答完之后呢 大概一天 当天就能够公正完毕了 就会把一个已经公正的表格给你 你把这个表格提交给anytimemayboss去审核就可以了 但是审核有时候会出问题的话 你就要去咨询anytimemayboss的那个客服了 你就点击这个官网的右下角 打开一个对话 这里把优先填完之后 你点发送 你一定要人工客服什么的 就有人工客服跟你对话聊天了 虽然是要用英文 那你可以用呃翻译软件吧 比如说网易有道词典跟他翻译对话吧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1583的一些表格填写 这里呃都是要全部要英文的 除了这个国家是要用缩写 还有这个州也是缩写之外 其他都是首字母大写 每个单词的持首也是大写 因为这些都是专有名词 都是要大写的 首字母 像这个申请日期 邮箱地址啊邮箱号 城市州邮边 你申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我就不说了吧 然后这里last name是姓 first name是名 就要记住 比如说你叫张三嘛 你这里写商账账 然后这里是手机号 看你吧 如果你是觉得86手机号好一点 你就填86 如果是区号的话 你就填区号 然后这里是邮箱 这里最好填你注册的邮箱 你就就很好了 我这里 因为我是证件 我是用身份证加护照 我就没有用国际驾照嘛 所以我这里就讲一下 用护照跟身份证的情况 国际驾照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填国际驾照的 或者这里填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用国际驾照的话 你就要用驾照的号码 如果你用身份证的话 就身份证号码 我推荐大家就跟我一样 这里填护照就好了 比较好过 如果你是用护照的话 这里是护照名 这里是护照的号码 这里是截止日期的号日期 然后这里直接选择 国家移民局 就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这里选项的话 我们选护照 这里直接名跟姓 前面有个空格 三张 这里地址 我之前提到这两个地址 就用我们机构给我们的 那个翻译线上的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项 这个地址类型 我们选择美国州领土的驾照 或者公民的身份证ID 因为我们是选用身份证ID的嘛 那我们填完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联系邮箱 这个应该是那个注册邮箱 下面有个联系邮箱 再签名 这个表格我们就填完了 填完之后 我们大概等等公证完 我们再把公证后的表格 再提交给anytime mailbox审核 大概一到两天就审核完毕 然后审核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登录那个网站去看 和使用它的服务了 这里我们点选这个登录按钮 然后直接把邮箱跟密码输进去 然后登录 所以如果是使用我的anytime mailbox 那个注册链接的话 你跟我都有一个10美元的那个奖励 然后我们登录进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仪表盘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翻译 翻译一下吧 这里的数字表示 我正在等待我们操作的请求 然后这里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这里我有一封买的一个手机卡吧 它已经寄到我这个邮箱了 9月13号已经寄入邮箱了 但是我还没有操作 然后下面是等到我们去执行的操作 还有我们要求要去执行的操作 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操作嘛 所以这里都是空白的 这里有几个想象 就是complete你已经完成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之前在8月29号收到了加信理财的一些注册文件 和w8表格那他就提示我你在8月29号已经收到一些文件 而且在9月23号进行打开操作 forward就是转运 shippment就是运输管理吧 pickup就是本地取货 像这些我目前都没有 所以他这里就没有显示 然后这里是recycle跟threaded recycle就是丢弃 丢弃的话就不用钱 然后这个粉刷一键需要一美金左右吧 这里是账单 账单的话 第一个usage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支费信息吧 就不看了 然后这里statement就是你每个月到底怎么付费 我需要跟你们讲的就是首月他是按日记费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给你算多或者算少钱 那我问过客服他说就是第一个月如果低五美元的话 他不会扣费 他会把那个费用叠着到下个月再跟你收 这个是你那个账单的一些详情 还有这个是你支付的信用卡 你可以在这里修改 在这里我再讲一下这个信件的使用方法 就是你这个邮箱有多少个邮件 那你这下面就会有多少个列表 然后你勾选这个你需要处理的那个邮件 然后点击上面的action来进行扫描转运本地取货 或者是进行丢去或者粉碎 还有撤回请求 如果你这个是在线的存储的一些文件的话 你还可以进行删除或者撤销删除的操作 并且你这个文件或者包裹你可以声明不是你的anytime boss就会去看一下你这个文件或者包裹的实际上的手键是谁进行处理 好了以上就是anytimeboss的使用办法 然后就是转运回国了 转运回国的话你可以用dhl Fedis, UOPS, USPS 像Fedis的话优速达3天 他的信件大概在40刀左右吧 还有这几个快递的话 如果你想清官或者检查没那么严格的话 你可以选用USPS 他相当于中国的邮政就抽查制 其他的都是一件一件每一件都要去检查的 就是如果你是要通过海关的话 还有就是如果你使用当地服务商的那个转运费 如果运费太高的话 你可以通过先寄给本地的服务商中转 然后再转运回国 如果你再使用到anytimeboss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点击他的官网的客服 官网的客服在这里 你先要发起一个请求 你要把邮箱跟你所要问的问题输进去 进行问答就好了 这里看到offline就说明那个客服其实已经下线了 那你就换一个客服上线的时间来吧 他这个好像是美国的中部时间嘛 然后你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讲解完毕了 那总结一下私人地址最主要的一些作用就是海淘购物 地址证明还有你申办银行卡 接收发送文件都是必备的 包括你做跨境电商像亚马逊审核啊 明显片啊亚马逊 额上注册公司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大家在做跨境业务的话 我推荐大家还是搞一个私人地址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讲解完毕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可以点击我视频右下角的按钮 或者视频下方的小铃铛进行点赞订阅和收藏 也可以来到我的电报群和我交流 电报群放在了我视频下方那个描述栏里面了 那么下期再见了